第九号台风苏拉和第十号台风达维将会相继的登陆我国 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了今年的第一个台风红色预警 最新消息就显示啊 台风达维的中心呢 已经在今天晚间的21点30分前后 在江苏省的祥水县陈家港镇沿海登陆 登陆时候的中心最大风力是12级 也就是35米每秒 中心的最低气压是975百帕 中央气象台也预计啊 登陆之后达维呢将会继续向西北偏北转西北方向来移动 强度呢也会逐渐的减弱 而就台风达维的最新动态 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我们正在江苏采访的东方卫视记者 冷尾 冷尾 你好何杰 冷尾 你好何杰 好 冷尾 好可能因为信号的关系啊 我们待会再来跟冷尾连线 因为冷尾呢 今天可以说是追风记者 一直在追踪这个台风的整个的途径 现在他应该也是在台风途径的一个地方 我们待会再来连线听听他介绍江苏那边的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中文字幕 转发 中文字幕 和声可阳沟 这些地方